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叫周高岳 我来自安徽同城 现在的蓄意华民集团 其实就借这个平台 锻炼一下自己 希望这次比赛 能取得好的成绩 展现自我 赛出水平 谢谢 一晚明月 言人的听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三更半夜难睡觉 四只雾泥若鸟鸟 五行不敌又深处 鸟翘啊七四八香 心中好似火再烧 九九鬼只管我 我不无好 十足的奔火山 哎哟 奔啊 哎哟 奔啊 哎哟 奔的香火山 哎呦 北京江河沙 小米谷说的话实在深奥 好比面条大骨银骨高 说什么烫鸣花 到什么叫 那国叫 那国叫 叫叫叫叫叫叫叫 叫进凉 鸳鸳系书为念一句 说得我心意乱糟糟 回了他 空空 紧紧我向师父 来请假 似乎他 眼睛灯 骨子敲 死消费消 对我把手找 去向我的火山包 南中我的光土飘 转起指头外瞎洞 把他当作沐浴桥 咚咚咚 哎哟哟 打了三国 哎哟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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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雪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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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道了 啊 明白了 啊 懂得了 我笑得了 就是 就是 不跟你们说 啊 啊 你们 真想知道啊 就是 哎哟 不能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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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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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光宇 您前面呢 后面不错 前面头几句有点黄了 什么叫黄了知道吧 跑掉了 后来在音乐一起来又又他又回来了 他又找回来了 在我们戏曲演员当中 黄腔是大忌 哎呦 今天没发挥好 事实求实地说 我对评委这么多年 演员只要一张口 我就能知道 他是紧张还是不紧张 他今天嗓子在不在家 对吧 清亮不清亮 所以 就我的感觉 我想再听听二位 黄主席和吴老师 你们的感觉是一个什么感觉 李院长刚刚已经说了 就是你一上场 那个第一句 就没有把它把握好 那么就是 在后面的时候 就是还可以 希望你这个 继续努力 加油 从鼓励的角度来说 我今天还是要给你 一个通过 那么我 我 暂时 保留 保留意见 我保留意见 我和吴老师一样的看 所以我第一句 不是太满意 就老师是点评一样的 说我刚上去完 可能也紧张吧 可能第一句 没把握好吧 老师点评得非常到位 对吧 那下次在这位方面 一样注意 我叫朱成亮 湖北黄美人 来自汐鱼黄美集团 尽最大努力的 不辜负自己 希望自己在黄美系的道路上 越走越远 越走越好 加油 曾经 拿掉 辗不动 东西 etical 余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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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黄兴德老师早期的嗓子 他唱这段是一点问题没有 现在叫他唱 也就中期就不足了 年龄到了 我发现 我发现这个须宜黄门熙剧团 这个男演员还挺棒的 一般的剧团里边 是女演员强于男演员 你这个团里边好几个男演员 我觉得非常棒 这个我们戏班有一句话 叫金生银蛋 金生银蛋 地方戏 声觉是比弹觉是要金贵的 或者是比他要难培养 不错的 我给你通过 谢谢 谢谢 我真是没有想到 新一线一个县级的剧团里边 有几个好嗓子的男生 我没想到你能唱这段好 好 盖章了 好 盖章了 那个我们李院长和黄主席都表态了 那么我 通过 谢谢 谢谢 不是特别满意 唱腔然后没有唱到 其实比较好的状态 还没有唱到 其实我个人是不紧张 但是呢 还可能会受一点 环境里受到了影响 接下来 还想再进一步 想跟广大的黄梅系界的同行们 来一个竞争 其实我个人是比较喜欢交朋友的 而且我很多朋友都 这次也都参加了比赛 我期待跟他们的会 传承经典 唱下黄梅 我就是黄梅之心 大家好 我叫荣慧 来自安徽当图 是去移黄梅系剧团的影响演员 这次展演 主要是想给自己一个锻炼的机会 然后呢 希望有所突破 当然更希望取得一个好的举机 终身最得 终节节回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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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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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還在海耀前 太虎外海流連 我看他就好老實長得好 身世淒涼熱熱臉 他哪裡又走我這裡翻門 他哪裡落淚 我這裡也心酸 請你又心下班去 父王殿前的眾生 敲得人心煩 倘若父王得知曉 倘若父王得知曉 諸鹿天貴 凡大罪 看天上 一分分寂寞 直到前 看人前 冬雨 云几羊续 手凹尽 手凹尽 孤单岁月 或许 了好 今日我定了 去人间 荣慧 你好 这个一段的天仙辈 终身催归 我觉得你今天表现得非常棒 而且就是身材扮相 音色的甜美 穿透力 包括你在行腔 孕腔当中 都把握得非常好 你的字头 字符 字尾 掌握得也好 收音收得干净利落 希望你继续保持下去 好的 谢谢老师 荣慧 你是个好演员 真的啊 原来也看过你去的演出 今天你台上的表演 更让我坚定了 虚拟黄梅集团是个藏龙卧虎的地方 真的 你这个整个的表演 台上的一招一式 包括你的唱腔 我刚才跟李渊当讲 像那个 像你这种演出 应该说就是省团也是不多见的 好 希望你将来越走越 好 谢谢老师 我今天来参加这个 新时代的黄梅之星的 这么一个评审会 凭这个表演的展演 走进了虚一黄梅集团 我很兴奋 我是我的感觉在舞台上 你们是一个惊喜 接一个惊喜 真是很不简单 一个小小的县剧团 这个演员的可塑性 和演员的形象 个头 嗓子 表演 以及扮相 都令我非常惊讶 我们安徽有这么多的 现役剧团 目前来说不可能有 好几个 四五个 三四个 都能站得出来的 这还是比较少 他可能是一个 或者是一个男的比较好一点 或者一个女的比较好一点 但是他不是 好几个女的 好几个男的都好 这种情况下 是不太多见的 第二点 你今天的这个唱腔 我很满足 你的声音还真是很有穿透力 按照我们行话说 很响唐 很有水音 唱得水淋淋的那种声音 给人感觉到很舒服 声音也有表现力 声音里面有情感 这是很不容易的 希望你继续保持 我看了你年龄不大 还很年轻 还有几十年的戏来唱 声音条件很好 形象很好 身材也很好 表演也不错 那恐怕还要再提高的话 就得从生活当中 或者是别的好角当中 多看看马兰的 无穷的 言凤云云的 韩再分的 可能会从他身上汲取的 同时自己对生活的理解 一天天一天天 会运用到你的演戏当中去 你先是模仿 然后表现出来 最后你自己的体验表现出来 最后模仿和你自己的体验 自然地体现出来 就成了你自己的融会的艺术了 我祝贺你 给你通过 谢谢 谢谢老师 我什么也不说 通过 谢谢 主要是想提高自己 和很多就是人们的同好 就是我的同学 可能是师姐 师弟师妹 就是同台 就是大家一起 就是一脚一下 就是很好的学习 然后从不好的中 找出缺点 这样可以让自己 有更大的幸福 就是上台之前 就是告诉自己 千万不要紧张 只要不紧张的话 我们发挥 就是正常水平 我就满足了 那结果有没有做到呢 做到了 就是还好 就是正常水平 没有比平时要状态要差 接下来的话 我就要准备我复赛的节目 争取就是复赛篮区的 一个好的成绩 传承经典 畅想黄梅 我就是黄梅之心 生蛋静默丑 相约花戏楼 梨园花芬芳 黄梅再飘香 这一次 来自五湖四海的 上百名黄梅系青年演员 汇聚一堂 都只为实现 心中的黄梅梦想 我们也奔赴江苏须仪 安徽安庆与合肥 去共赴这一场黄梅盛宴 首战 我们便来到了江苏须仪 这里不仅有欲满天下的特色美食 龙虾与板栗 更有好听好看的黄梅系 到底谁才是新时代黄梅之星 三位名家评委已经准备就绪 请全力以赴去征服他们吧 只要获得他们的一致通过 你就有可能成为新时代黄梅之星 这一刻我们看你们 我叫李婷 然后来自于安徽 今年26岁 当初刚进校的时候 是准备报那个舞蹈班的 想学舞蹈的 然后在报名处那边 碰到那个戏剧系主任 然后他就说 要不你报戏剧系吧 然后我就报了戏剧系 那时候没听过黄梅系 但是小的时候听过儒句 进校之后学习了 才知道有很大趣 他的旋律比较容易上课 然后唱出来 大家也比较容易都不听懂 不像京剧还有儒句 因为虽然黄梅系也是地方戏 但是我觉得从唱话来说 比他们要简单一懂一点 团长他那时候 去我们需要招生的时候 看中的时候我们班班长 然后我那时候呢 我们唱家老师跟我说 说反正你现在 他也没有就选好地方去哪儿 要不你就跟着班长 一起去看看 然后我就跟着他一起来了 然后就一直这样坚持下来 药海花花花 花花是茄 叶阳天 春光好 把鸟飞来 流风云在十字架作卖作卖 有一位大方客 送我一块招牌 上写着四国子 身上学家 下写着四国子 四幻心台 天色瓜子门千百 带买马堂 带买草下 到春来 到春来 宿地时 五湖南京上海 到夏来 宿地时 宿送往前释怀 到秋来 宿地时 红尘又细带 到冬来 宿地时 回州吞西石台 露天中 来往的客人 山人海 马一光 不想我 他吃飞食过吃奶 就是那众人群子 母性也不爱 就是那富豪客 笑意也不贪财 也只有才可人 宁愿可爱 满宫婆婆 丈夫 我们思飞乱下 斑斑 灰尘 多方浪财 牛只剑 财客人 手掌回来 晚日里 回点来 笑容连带 今日里 为什么 又美不开 在不开喜中意 大作哥哥愉快 心肤上的桑 辉广员家 心肤上的狗 过过努的课 有什么 幸福上的话 愛對妹妹 沒說來 愛 李婷啊 這個剛才我看了你這段表演 我覺得你整個的台上的表演 你整個進入到這個人物當中去了 應該說你台上是非常放鬆的 這點我非常的滿意 但我聽說你還會這個 古典舞是不是 對 金團之後開始跳 對 因為這個劇團我知道 除了演黃梅西之外 她還演一些歌舞 我們能不能看看 請你展示一下你古典舞啊 啊 可是我今天都可以見到 各位位子 要找到這個人 請把我記得 那天啊 真的 要做什麼 你自己的事 有話題 要做什麼 要做什麼 沒有 要做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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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她无论是唱戏曲还是跳舞 她都非常放松 整个在人物中 我给你通过 谢谢老师 米婷今天表现得非常出色 我跟黄主席一样的态度给你通过 谢谢老师 他们两个把球踢给我了 我这个同意和不同意 我心里面还打鼓 这样的啊 按照我们比赛的规则 因为你的汉丰唐韵这一段 灯黄壁画的这种舞蹈 跳得也不错 作为一个戏曲演员呢 跳到这样就很不简单了啊 当然我们主要还要讲一讲 前的那段柳凤英的唱 那段唱的 这个最近啊 安庆啊 录了一个伴奏带 是刘洪老师唱的 当时好像也是黄美系的十佳之一 唱得不错的 你好好听听刘洪的这一段唱 它是模仿早期颜凤英的这一段唱唱 据说是挖掘整理出来的 也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 你今天这段唱呢 我不是太满足 不满足我有两个方面 一个你的人物的把握 因为人物把握和声音 它是一个统一的东西 唱腔部分的声音啊 有点我们讲声音有点扁 你看前面那个谁 荣惠的声音啊 它立得起来 对 我们讲点专业的术语啊 对对对 它的声音立得起来 你的声音有点有点扁 有点扁 另外呢 一声音一扁 就不圆润了 你听听这个无穷的声音 你在听听李文唱的 就是我们沈黄 安徽沈黄面界有个演员 叫李文 也是个没法讲演员 她的演唱水平和荣惠 她们的声音基本上都属于那个 还有周圆圆的声音 都是立在上面很饱满的 有时候还有那种声音非常好听的 这颜色颜老师那种声音特别棒的 那种香头气息 这方面你应该加强学习 哦 我呢 生蛋静默筹 相约花戏楼 黎原花芬芳 黄梅再飘香 这一次 来自五湖四海的上百名 黄梅系青年演员 汇聚一堂 都只为实现 心中的黄梅梦想 我们也奔赴江苏虚仪 安徽安庆与合肥 去共赴这一场黄梅盛宴 首站 我们便来到了江苏虚仪 这里不仅有郁满天下的特色美食 龙虾与板栗 更有好听好看的黄梅系 到底谁才是新时代黄梅之星 三位名家评委已经准备就绪 请全力以赴去征服他们吧 只要获得他们的一致通过 你就有可能成为新时代黄梅之星 这一刻我们看了 还有周圆圆的声音 都是立在上面很饱满的 有时候还有那种声音 非常好听那种 是严老师那种声音 特别棒的 那种相投气息 这方面你应该加强学习 我呢 暂时不给你通过 我保留我的意见 为了你什么呢 我想 以后会在舞台上再看到 有一个进步的一个小朋友 好 谢谢你 谢谢 就算是一次历练 我觉得 对 就又积累了很多经验 不知道为什么今天感觉 比想象当中要好一点 我想象当中我应该会很差很差的那一声 还是自己平时练得太少了 这个自己心里是有数的 因为他说的我也知道 因为这个每个人的声音条件不同 加上呢自己就后天可能练得也太少 所以在声音的形成方面 要不如其他的选手 我的感想很深刻 是吗 我觉得 小小的一个县级剧团 这个演员的水平 演员的年轻 包括演员的角色的理解 在舞台上的呈现 我很惊讶 我想 虚一线黄美剧团的这个选手 整体是有相当的竞争力的 对 这个很厉害的 对 我祝愿他吗 对 越走越远 好 不忘初心 老景失灭 推动文艺事业高质量发展 深入基层 扎根人民 全国戏剧名家看安徽 名家贵萃 星光璀璨 闪耀江淮 中国舞台 中国起的态 中国舞台 中国今生